近年来,科技界的领军企业苹果所实施的战略性调整,无疑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的频繁中国执行,以及随后悄悄展开的全球供应链多元化布局,都使得苹果在全球制造业领域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备受瞩目,特别是在印度市场。 苹果的初步展露,更是激发了人们对其未来全球化布局的无尽好奇与热切猜测,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印度,这个充满活力和巨大潜力的市场,正迅速崛起为苹果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支柱。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最新数据,苹果在印度生产的智能手机出货量,已占据其全球总出货量的四分之一,这一比例令人瞩目,更令人振奋的是, 这些出货量同比增长了惊人的65%,而营业收入更是实现了高达162%的爆发式增长,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背后,凸显了苹果在印度市场的深入布局和卓越表现。 印度不仅为苹果提供了庞大的市场需求和增长机会,还成为其全球供应链多元化战略中的关键一环。 通过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和扩大产能,苹果正成功地抓住这个充满活力和潜力的市场,并从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与此同时,作为苹果的核心代工厂商,富士康也紧跟苹果的战略步伐,开始将部分产能向印度迁移。 据可靠消息,富士康计划向印度转移高达3000亿人民币的产能,并郑重承诺将为当地创造至少1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 这一重大举措不仅彰显了苹果对印度市场潜力的深刻洞察和高度认可,更反映了全球制造业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 随着产能的逐步转移,印度正逐渐成为全球制造业的新兴力量,引领着行业的新发展,而富士康的决策,无疑将为印度制造业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其迈向更高的水平。 然而,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苹果产能的迁移无疑引发了一场巨大的挑战,郭台铭所发出的警告并非无地放矢。 郑州富士康工厂招聘规模的大幅缩减,以及薪资待遇的下滑等现象, 正是这场变革所带来的直接冲击,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挑战与机遇往往并存,在全球供应链重新洗牌的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必须迎难而上,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通过提升技术实力,增强创新能力来巩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只有这样,中国制造业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迎接更加广阔的未来。 尽管苹果正努力推进其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但值得强调的是,中国在全球电子制造业中的核心地位依然渐如磐石。 过去三年里,中国供应商在苹果全球供应链中的占比不仅保持稳定,还从45%稳步攀升至48%, 这一显著增长不仅凸显了中国在高端制造业领域的卓越实力和深厚底蕴,更充分证明了中国庞大市场对苹果所持有的强大吸引力。 即便在全球供应链格局持续变动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苹果不可或缺的重要合作伙伴。 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促使苹果在这个时期选择启动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呢? 深入探究,我们发现,这背后既有原子内部的驱动力,也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催化作用。 从内部视角来看,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迫使苹果不得不持续优化其供应链,以求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效率。 这是其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满足消费者日益升级需求的关键所在。 而从更广阔的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无疑给苹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多元化供应链布局,以分散风险,探寻新的增长点,成为了苹果顺应时势,确保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然选择。 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全球供应链的重构既带来了挑战,也孕育着机遇,面对这一变革,中国制造业必须积极应对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 以更加灵活和创新的姿态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同时,也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渗入挖掘潜力,以期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稳固并进一步提升自身的主导地位。 这既需要政府层面的战略引领和政策扶持,更需要企业自身的不懈探索和创新实践,作为半导体科技的先驱。 美国在晶体管和集成电路的发明上,独领风骚,不仅积累了大量核心芯片技术,还掌握了众多相关专利,二战后的全球重建时期。 当其他国家还在努力恢复经济和工业基础时,美国却已稳固地占据了半导体芯片领域的领先地位。 高通、英特尔和美光等美国芯片巨头,更是凭借着尖端技术和创新能力,引领着全球芯片产业的发展潮流。 特别是在手机芯片领域,高通的表现尤为出色,几乎无人能敌,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市场份额,使其在中国这一庞大的市场中形成了近乎垄断的地位。 结合其在通信行业的深厚底蕴和领先优势,众多国内手机厂商不得不依赖高通的技术支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高通的附庸。 这种格局不仅凸显了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中的霸主地位,也反映了国内手机厂商在核心技术上的短板和依赖。 尽管华为麒麟芯片在国内市场一军突起,成功打破了高通长期以来的垄断格局,甚至在功耗和能效比等关键技术指标上实现了对高通的反超。 加上华为5G技术已明显优势领跑全球,令其成为了举世瞩目的通信与芯片巨头。 然而,即便如此,将华为视为全球芯片产业的至高无上王者还为时尚早,其在手机芯片领域的突出表现,虽赢得了业界和消费者的广泛赞誉, 但仍不足以将其推上全球芯片技术巅峰或最大芯片公司的宝座。 那么,在这个兴罗齐步的全球芯片市场中,究竟谁才是最大的玩家呢? 答案揭晓,不是高通,不是英特尔,以非三星,而是英伟达。 在过去的1992年至2017年长达20多年里,英特尔一直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企业,无论是规模还是市值,都稳坐行业之巅,利压众多竞争对手,成为全球芯片产业的标杆。 然而,时代的变迁总是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随着5G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全球芯片产业迎来了新的洗牌,在这个变革的浪潮中。 英伟达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技术实力,在AI芯片领域一军突起,成为引领行业发展的新力量。 去年,英伟达的市值飙升至惊人的1.4万亿美元,成功超越了长期霸主英特尔,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芯片企业。 英伟达的崛起,不仅刷新了全球芯片产业的格局,更象征着新技术时代下的创新和突破,作为一匹黑马,英伟达在AI芯片领域的卓越表现,展示了其深厚的技术积累和前瞻的战略眼光。 这一跃升,不仅令业界瞩目,更为全球芯片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自美国新兴芯片巨头GROG发布了其算力卓越的GROG芯片后,英伟达便搭上了人工智能这股不可阻挡的热潮,其市值开始了惊人的飙升之旅。 从原来的1.4万亿美元一路高歌猛进,直至今日的2.13万亿美元,英伟达不仅毫无争议地登顶全球芯片企业的巅峰, 更在全球所有公司中市值排名第三,这一令人折舌的成就,意味着英伟达在短短时间内市值暴增了7000亿美元,其增长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 如今,以英伟达雄厚的市值来衡量,其规模之大足以比肩三个台积电与五个三星的总和,这在全球芯片产业中无疑是遥遥领先的地位, 尽管与芯片产业的长青树、英特尔、美光等公司相比,英伟达的历程似乎稍显短暂, 仅30年的企业历史使其在这个领域中略显年轻,但正是这30年, 英伟达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不懈的创新精神, 从一个为PC和游戏机提供图形处理器的小型显卡公司, 逐步崛起为全球芯片产业的佼佼者,回想英伟达的初创时期。 他专注于一个被大多数人忽视的细分市场,图形处理器, 当时的显卡市场相较于庞大的CPU市场而言, 显得尤为微小,甚至一些行业巨头如英特尔和AMD都未曾给予这个市场太多的关注, 但正是这种市场格局为英伟达的崛起提供了契机, 因为在这片相对宁静的蓝海中,英伟达能够心无旁骛的深耕技术, 不断推出引领行业潮流的创新产品, 正是基于这种对技术的执着追求和对市场的敏锐洞察, 英伟达在1999年成功推出了GeForce 256显卡。 这款产品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更为后续的图形处理技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后,随着高性能计算和人工智能的兴起, 英伟达又迅速推出了Tesla GPU产品线, 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这些新兴领域的领先地位, 时间来到2020年, 英伟达再次展现了其卓越的技术实力和创新精神, 推出了名为AMPRE的GPU架构, 这一架构不仅在游戏和数据中心等领域表现出色, 更被公认为是目前最先进的GPU架构之一, 短短数十年间。 英伟达便完成了从显卡之王到AI芯片领军者的华丽转身, 而如今的英伟达早已不再局限于GPU显卡和AI芯片等硬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它在软件平台、芯片设计等多个领域都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 特别是其研发的裤带软件平台, 已成为众多开发者和科研人员的首选工具, 而2020年以400亿美元收购ARM的举措, 更是让英伟达在全球芯片产业中的地位达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收购不仅拓展了英伟达在芯片架构和物联网领域的发展空间, 更使其成为了全球芯片产业变革的重要推动者, 尽管华为等后期之秀也在不断发力, 试图在AI芯片领域与英伟达分庭抗理, 但就目前而言, 英伟达依然保持着显著的市场优势和技术领先地位, 其A100等产品在综合算力和性能方面的卓越表现, 使其成为了众多A应用的首选芯片, 而这种领先地位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而日益巩固, 然而, 面对全球芯片产业格局的不断变化和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单纯依赖外部供应高端芯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只有坚持自主研发, 持续创新投入, 努力提升自主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我们才能在全球芯片产业中占据更有力的位置, 实现真正的突围和发展。